在本期视频中 你将会体验到最专业的飞行术培俊课 一对一手把手扶倒 现在报名 立想骨折 人性化的售后 让你全程无忧 摔残退全款 摔死包丧葬 还等什么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火整完了 大家也应该看出来了 本期要讲的是一部 超能力题材的电影 都说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本篇主角阿伟 就完美符合变异的前提 阿伟是一名高中生 性格孤僻 却心血来超买了一台DV 决定开始记录生活 这大概是一种苦中作乐 阿伟的生活不像同龄人那么滋润 父亲伪爹曾是消防员 受了工伤后失业在家 靠微博的救济金度日 而伪妈更是身患绝症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血上加霜 不仅如此 她还长期遭到伪爹的家暴 在学校还常被其他学生霸凌 而阿伟无时无刻不用DV记录的行为 也没少惹麻烦 这孩子命不好 首先当然得怪这名字取得不吉利 老观众甚至可能已经泪目 就没有什么办法救救这孩子嘛 当然有 咱不长虚的 直接来个众筹 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每一个赞 都能让阿伟的生活更美好 笑死 霞叔承认这是个烂活 我们的观众 不就是来看阿伟死的吗 言归正传 其实阿伟也倒不是一个朋友都没有 至少还有表白大哥 不不不 表哥大白 每天都来接他上学 大白想让阿伟见见世面 走出自闭 就拉着他参加派对 可到了派对上 大白却丢下了阿伟 找前女友金姐叙旧去了 就这么一会儿 阿伟又被欺负了 本该是一个社交之夜 阿伟却独自躲着抹眼泪 接着小黑登场了 小黑是大白的朋友 还是高中橄榄球队的人气球员 脱脱了一枚校园交际草 诡异的洞穴不是传出怪象 为了一探交近 小黑一跃跳进了洞中 别慌 小黑没事啊 三人不断深入 直达洞穴尽头 平平无奇 让人扫兴 小黑身手就是这么一摸 蓝色晶蹄顿时发出红光 怪象越发强烈 DV录像被干扰 小黑的鼻子冒出血来 画面一闪 已经是第二天 从洞穴中逃脱的三人 正在进行一项测试 念力测试 原来在昨晚之后 三人全都获得了超能力 这下拼乐高都不用手了 他们决定回到怪洞一探究竟 却发现洞口已经坍塌 政府人员已经接管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 三人得出了结论 这种念力就像肌肉训练 每次超复合 都会让肌肉纤维断裂 等到肌肉纤维修复完成 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大 有了这样的能力 可不得整点恶作剧啊 这份能力连接起了三人 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一直以来阿维都想去西藏 过喇嘛的生活 但阿维认为 乐于助人的同理心不靠谱 因为他的人生经验中 别人不欺负自己 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阿维的暗黑心理 在随后的事件中 暴露得更加明显 事态严重 小黑赶紧下水救人 好在人没事 但这让大白觉得 他们需要制定一个规则 约束越来越强大的能力 一不准对生物使用 二避免情绪化滥用能力 三不该在公共场合使用 或者对任何人透露超能力 为了朋友 阿维不得不接受 但其实就算有规则限制 超能力依然用处多多 比如飞行术 回说片头 这是小黑最先发现的新能力 当阿维天赋异禀 一下就掌握了诀窍 而大白呢 虽然上手速度慢 但飞行速度是三人之手 在云层上玩抛击球 凶孩子自由人生 要不是阿维反应快 小黑真的要丧葬自负了 有了这段经历 三人成了死党 男人吧 到了这个阶段 就该聊点 那撒了 大白已经空窗多年 最近和前女友金姐 有旧情复燃的苗头 而我们的阿维 自然是牡丹了 于是小黑建议阿维 和他一起参加校园才艺秀 阿维的魔术杂技秀 寂静自作 全场的麻瓜 虽然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连魔法师刘谦 都觉得很斤 这不 阿维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 如狼似虎的女人 罗拉盯上了 阿维的处境很危险 这已经不是被 夺走初吻这么简单了 小黑满脸一副笑 在房外等待 阿维的成人礼结束 但成人礼却惨遭滑铁卢 女人 吃了我们阿维的豆腐 只是被吐了一下 怎么了 看人家星爷 但这一下 就给阿维整破房了 阿维心里的阴暗面 被激发了出来 而伟爹也挑了个好时机 在这时候来搞事 你捕捉了五百元的摩托 你妈妈在那里死了吗 我没有花了你的钱 看我 每个小钱 都给你学校 和你妈妈的病毒 现在我还没办法 你别赔了 你别赔了 如今阿维翅膀硬了 面对想要诉诸暴力的伪爹 根本不虚 别人 别人 我可以相信你 别人 我可以相信你 而在这时 超能力的另外一个特性 显现了出来 三人之间 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应 所以当阿维独自一人 跑到云层上自闭时 小黑又一次找来了 但这次却不像 两人的初次相见 一道炸雷响起 阿维没事 小黑却死了 我不相信你 我希望你把镜头关掉 不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你 有个谈论 不要告诉我 阿维从此走上了黑化的道路 管他什么规则 去他娘的吧 阿维的能力更上一层楼 能够轻松捏抱一辆车 他要一抱之抱 面对同学的嘲笑 他大手一挥 就拔掉了对方三颗牙齿 破坏了规则 大白找上门来 但事到如今 大白拿阿维毫无办法 看着尾妈病入膏肓 家里却无法支付医药费 阿维行动了 他要抢钱 先抢街道上的混混 再抢加油站 让而意外发生了 伟爹得知消息赶到医院 告诉阿维 肥妈昨晚已经离世 而他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了阿维的头上 医院的爆炸上了电视 金姐跟着大白赶去医院 面前的景象震惊了围观者 阿维手提亲爹 悬浮于高空之中 阿维已经失控 警方的直升机在面前坠毁 紧接着大白的车就上天了 面对阿维的念力 大白无法挣脱 他被阿维拉出车厢 可金姐还在车中 千军一把之际 大白挣脱了阿维的控制 叫下了失足的女友 媒体正在实时跟踪报道 这场实无前例的世界 警方也已经就绪 阿维怪罪大白救下为爹 中二度已经爆表 大白奋起反抗 让人在西雅图的街头大肆破坏 警方根本无法插手 直到双方力竭倒在广场之上 警察终于逮住机会 迟到连金 大白必须做出决断 阿维死了 警察前来进行收尾工作 假装晕倒的大白趁机逃走 他一路向西 来到了西藏 大白对着阿维的DV 诉说是最后的序域 电影就此结束 如果你爱看动画电影 大概能看得出来 这部2012年的超能失控 和88年的动画杰作阿基拉 有不少相似之处 阿基拉的故事 发生在架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面貌呈现出 反乌托邦式的表面公正和谐 背地藏物纳垢的状态 同时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声火 也是影片的视觉特点 超能失控和阿基拉相同的是 都与两个中二少年发泄私欲 从而给城市带来巨大好奇收尾 但不同的是 大油克扬的阿基拉 把促使主角黑化的原因 更多的归结为外部原因 其社会现状等多重外力的影响 而超能失控 似乎也有一丢丢这样的意图 维妈身患绝症 因工商丧失工作能力的父亲 无法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 直接接了美国社会的伤疤 作为唯一一个 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 在2010年 当时的总统奥巴马 还在为推行医疗改革费尽心思 要让由私人银行 掌控国家命脉的美国 为穷人社会福利买单 牺牲自己的利益 只能说遥遥无期了属于事 聊得发散了些啊 回到电影上来 电影中阿伟要面对的 不只是伪妈的绝症 还有诸如家庭暴力 校园霸凌等困境 在这些问题上 影片都是前仓者指 没有深入地进行剖析 更多的是用阿伟的中二思维 而非社会性的公共问题 作为人物黑化的催化剂 看到这儿 肯定早有观众乐了 这不就是一部爽片吗 上纲上线和解读有着必要吗 哎 这话说的 确实有道理啊 既然是部爽片 就当消遣看看吧 本片还是挺得劲的 其他的狭叔也就不多说了 最近大家的评论我都有在看 在这里解释一下 叶帆老四奇哭哭这么久 是因为好的恐怖片 确实越来越少 而那些老片 作为小狭的老观众 估计也都看过了 但这个系列 可能是因为继续做的 大家多多点赞 给狭叔一点干视频的动力 另外 不想阿伟下次孩子玩命苦的观众 也可以点个赞 献个爱心吧 这样阿伟才能在下期视频中 和大家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